诚意 武侠界 的卷王 上线 连假发都躲不过他的 剑花 诚意凭借精湛演技和独特魅力 在武侠剧中掀起波澜 展现武侠精神与激情 他守护心中的武侠梦 成为观众心中的英雄 尽管面临争议 他坚持创新 为武侠文化注入新活力 诚意 武侠世界中的热情引领者 在广袤的娱乐圈中 有一颗明星以其独特的魅力 悄然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武侠梦想 没错 今天我们要谈的正是那位让江湖再次掀起波澜的诚意小哥 他的出现让人不禁想追随他的脚步 走进那个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 提到诚意 怎能不提及他那行云流水般的打戏表现 据说 在拍摄现场 诚意可是个名副其实的练功狂人 每当拍摄结束 其他演员纷纷卸妆休息时 他却总会被导演和五指发现 在后院 偷偷加练 他要么和空气对打 要么对着竖装练拳 偶尔还会尝试高难度跳跃 吓得旁边的小猫小狗连忙后退 心里不禁想 这哥们是不是练成了轻功 网友们纷纷调侃道 诚意 你这是要上天吗 还是怕哪天穿越回古代 直接当上武林盟主 更有趣的是 有次他练习剑花时 物将道具师傅的假发挑飞 惹得全场哄堂大笑 于是他得了个 剑花小王子 假发终结者的称号 激情如燕 梦想不止 诚意的演技犹如他心中的那团不灭之火 既炽热又纯粹 在银瓶上 他可以化身为深情的公子 也可以变为冷酷无情的剑客 每一次转身 每一个眼神 都让人感受到他对角色的极致投入 这种激情不仅打动了观众 也激励着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 有网友评论道 每次观看诚意的演出 就仿佛在品尝一碗热乎乎的鸡汤 尽管明知道只是戏剧 但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确实让人仿佛自己也能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 还有人调侃道 诚意 你是不是偷偷吃了什么演技增强药 怎么每次都能把角色演绎得如此生动 因你而重燃的武侠梦 在这个节奏飞快的时代 武侠仿佛成了遥不可及的回忆 然而 诚意的出现犹如一股清流 再次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武侠梦 他用独特的方式 诠释了真正的武侠精神 不仅仅是高超的武艺 更是对正义的坚定信念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有一次采访中 诚意被问及为什么他如此钟爱武侠题材 他笑着回答 也许是因为在武侠世界里 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自己的英雄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只要心中有光 就能照亮前行的路 这番话瞬间触动了无数网友的心弦 大家纷纷表示 诚意 你就是我们心中的那道光 小插曲引发争议 武侠与现代的交锋 随着诚意在武侠领域不断深入探索 争议随之而来 一些人赞赏他为武侠文化注入新生机 但也有人担忧他现代化的演绎 会破坏传统武侠的韵味 对此 诚意曾在一次直播中幽默地回应 各位大侠 咱们得与时俱进啊 传统武侠是根基 但加入些现代元素 不就像给老九加了冰块 更加爽口了吗 这一番言论再次掀起了网络热议 一些人赞扬他的创意和勇气 认为他的尝试为武侠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另一些人则坚守传统 认为武侠的精髓不应轻易改变 评论区里 众多网友各输己见 争论激烈 仿佛身临其境于那个充满争议的江湖世界 总结 侠义之心 永远燃烧 总而言之 诚意凭借他的热情和努力 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精彩分成的武侠故事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 他始终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心中的武侠梦想 正如他所说 只要心中有光 武侠之心就永远不会熄灭 因此 亲爱的读者们 请跟随诚意的步伐 进入那片充满未知与奇迹的武侠天地吧 也许 在那里 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热情与坚持 成为自己故事中的英雄 请记住 武侠不仅仅是刀光剑影 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现在 轮到你我 共同续写我们自己的武侠传奇了